叶志成老师是彰化田中人 从小就喜欢在田园的泥巴中游文 长大后进入桃园世界赚营 指使这作品创意发想 是叶老师从小至今的生活记忆 以及人与人的互动过程 经由内心世界的解析 而形成了创作核心思想 叶老师出生于彰化田中镇 他从小就很喜欢玩泥巴 所以对桃园很有兴趣 长大之后到积极天心窑学徒两年 灵感来自于民国五六零年代 学童纯真俏皮的玩乐模样 近几年来开始研究 有关佛像系列的泥硕桃园 这次的展出从吉日起至五月十七日子 欢迎乡亲到工艺美学馆来参观 一起进入叶志诚老师的同玩世界 另外作品的创作形式 主要借由桃术手法 呈现台湾五六零年代 去同于课兼纯真俏皮的玩乐模样 叙述童年的纯真 纯朴 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 勾起人们于儿时的学习时光与记忆 我们看过叶老师的作品之后 真的把我们自己都拉回到小时候那段美好的时光 然后我觉得叶老师的作品 像人物方面表情都非常的生动自然 看起来觉得非常很棒这样子 我觉得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到工艺美学馆来参观 这是叶老师的作品 虽然电子科技产品环绕 网络资讯发达 但人际关心同材间的互动 彼此的学习都不如以往 透过作品所呈现的种种影像 提醒大家 值得让我们失所与关切 将在期间至11日起 至5月17号 欢迎您到工艺美食馆参观 一起进入夜之城的霓桃艺世界